中国大陆股市在上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上演惊魂一幕 户指在上午短短的三分钟之内突然暴涨近6% 下午即被打回原形 已阴跌收盘 舆论普遍认为 这次股市过山车是光大证券乌龙纸所致 同时光大股指期货上的空头大增 成为当天股市期货市场上持空单过夜最多的机构 令整个事件更显得扑朔迷离 有分析认为乌龙纸背后可能另有阴谋 长期处于熊市之中的A股市场 8月16号上午11点06分左右出现异动 原本平淡如水的大盘突然强力拉升 一度飙涨近6% 护身300成分股中71只权重股瞬间触及涨停 但是下午开盘以后市场有消息传出 这波行情是由光大证券的交易员夏丹失误制造的乌龙纸行情 市场顿时回到了冰点 股指伴随着投资者失望的情绪一落下泻 最终已下跌0.65%收盘 光大证券当天的公告声称 该公司策略投资部门自营业务 在使用其独立的套利系统时出现问题 公司正在进行相应核查和处置工作 很多在当天进场的中小股民不幸成了炮灰 操纵股市是很容易的事情看来 一个是股民一个是期货的投资者 都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事情了 因为有权利一个大的机构 你可以这样子操纵的情况下 因为股票很多人都是追涨杀跌的嘛 一下子上去一下子下来 那可能很多人就也跟着给它套出了 据北京晚报报道 已经有五位股民就乌龙纸事件损失赔偿 向威诺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咨询 律师认为光大证券和上交所 都应该对乌龙纸事件承担责任 不过由于利益复杂 诉讼之路必定不会轻松 这些交易记录都在的话 实际上如果中国有健全的法治的话 中小股民小股民散户的权益 可以得到保障的话 实际上是不难 通过发法律诉讼来讨回他们的权益的 但关键是中国这个法律是形同虚设 即使有这种证券法 有这种反不正当竞争法 但是如果不能实施的话 等于这个特权阶层 又从中小股民身上打牢了一把 最后可能这件事情就这样一不了了之了 如果只看股票市场 光大这次乌龙纸操作损失将极为惨重 不过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光大期货当天大幅增仓了股指期货的空单 就是说他有阴谋 有点操纵的嫌疑 在股指期货上面做这样的手脚 当然了 只是最惨重的 还是一些跟风进场的这些中小股民了 大陆金融分析师任中道表示 一般投资者会认为 将现货价格强行推高 然后在期货市场上套利 是操纵市场的行为 北京青年报的文章质疑 光大的乌龙纸是有蹊跷 因为一般的无操作 只会发生单个股票的单笔交易上 但是光大却是大范围的71只股票 同时在瞬间出现涨停 另外 当天上午股指出现两次疯狂上拉 说明这是一种有持续性的行为 文章指出 事件的真相可能并不只是乌龙纸这么简单 监管部门如果能够从当天大量大盘权重股 急剧拉升时的抛单入手 查一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波异常行情中意外获利 或许能解开乌龙纸的玄机 到目前为止 大陆证监会及上交所 尚未公布对此事的调查结果 可不许能解开乌龙纸的玄机